两位组建的冰球队将通过60天的集训完成为国出征的目标 作为一支冰球队组建者 绘华兵是最基本的要求 可是我们的两位领队 怎么样啊 还好 你们在这呢 你的衣服比我帅吗 为什么 大型的手工艺现场 他这个得穿到这啊 你说你们这服务也不给穿上 配件 系给鞋带是什么类的 不是我耽误时间 这特别难 来来 我挂你 你给我分手一点行不行 这鞋带啊 得系紧了 要不然容易上脚腕呢 走 咱们现在可以上兵了 走 小打吧 哎 哎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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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往前出了 没事 1 2 1 2 1 2 挺胸 转身 你滑过吗 以前 没滑过吗 哎呀 我有天赋 哎呀 我有天赋啊 好像 在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觉得我学的还蛮快的哈 特别稀 滑下来之后 我发现还挺好 挺舒服的 我小的时候有那种华汉兵的笔子 我还觉得蛮快的学 但是确实是年轻人还是厉害 我看天气滑得特别好 没想到我们的名队学的还真不浪 可是这还远远不够 穿上全套的冰球装备 拿起冰球杆 尝试着在冰球场上 追逐那颗黑色的冰球 体验冰球各个位置的技术要领 更能帮助我们的两位菜鸟 对冰球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迅速进入状态 你们今天学得非常好 下次课 老师教你们新的动作 好吗 放学以后不要走 你叫做我 哈哈哈哈